台北市新增四例本土确诊CT值低 而且多是不明感染源 市场柯文哲依照过去的经验研判 社区确诊量不少 后续将慢慢烧起来 至于被抓包没有戴口罩唱卡拉OK 柯文哲表示违规该罚就罚 但也抱怨规则定的不清楚 台湾疫情在升温 3月30日全台新增56例本土确诊 其中台北市新增四例 有三例是家户感染 CT值都偏低 且无法判断谁是第一个传染源 市长柯文哲从过往经验判断 后续疫情会慢慢烧起来 如果有一个进步相当多的疫调系统 还包括什么电子足迹一大堆 然后我们现在都在台北市 还会出现这么多的不明感染源 表示说这个社区应该量不少 所以我真的会慢慢的会烧起来 疫情正在延烧 中央也还没放宽可以脱口罩唱歌 柯文哲和副市长黄珊珊 却接连遭爆料 上台唱歌没戴口罩 对此柯文哲表示违规该罚就罚 但规则好像有点奇怪 对我来讲是这样 如果是违规该罚就罚 这我没什么意见 上台讲话演讲 不用戴口罩 唱歌要把口罩戴上去 那唱完歌要照相的时候 再可以口罩又拿下来 搞到最好都搞混了 到底戴还是不戴 还有一点是这样 那个请来的歌星上去唱 不用戴口罩 我们临时被叫上去唱卡拉OK的 要戴口罩 观察韩国香港两地疫情现况 到底要清零还是共存 清零的经济代价是多少 与病毒共存 感染爆发 出现死亡人数 社会能忍受多少 柯文哲认为这不是医学问题 是价值选择 呼吁全国人民都要好好思考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维护民众用餐 环境安全的台北市卫生局 针对辖内的亲子餐厅进行击查 在抽查的12家餐厅当中 食品卫生虽然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4家的设施检验不符合规定 卫生局提醒家长到孩子 到这个亲子餐厅用餐 也要特别的留意游戏场是否符合规定 才能够安心吃安心玩 小朋友开心捏着泥巴 求吃力的小朋友也玩得不亦乐乎 家长则是在一旁轻松用餐 这是现代流行的亲子餐厅 大人小孩都喜欢 特别是卫生局击查12家业者 结果有4家不符合规定 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市民 有兴趣的话 要查询这些亲子餐厅在哪里 导致觉得我们经过检查 哪些邮局是合格的 都可以透过我们iMAP 亲子专区来进行下落的查询 为了维护餐饮业食安卫生 与附设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 特别是卫生局联合各局处 执行专案查核 其中食品卫生部分全都合格 但有4家业者为自主检查 以及提出安全检验报告 目前已下令暂停使用 那另外有专家呢 就是针对他的一个 儿童游戏设施呢 他没有办法提出安全的一个检测报告 所以目前呢 已经依据销导塔的第36条 那请还暂停使用 卫生局提醒 家长带孩子到亲子餐厅用餐时 除了轻松享用餐点 也应该留意儿童游戏场域 是否通过安全检验 业者也必须定期检查 才能确保顾客的用餐环境安全 九层的话成本报道 假冒检警诈骗手法行之一有年 不过还是有民众受骗上当 刑事局破过一期假检警 真诈财的案件 嫌犯谎称了被害人的健保卡遭冒用 涉入刑事案件需要监管资金 结果6名被害人呢 在短短两个月内 一共被骗走3000多万元 准备养老的退休金去掉大半 不知道该找谁逃 来 手机进来 咬上 来 发箱 远警全副武装破门攻坚 一见到嫌犯立刻鹤令趴下 张姓嫌犯涉嫌假冒检警 诱骗被害人汇款 而且专挑退休人员下手 短短两个月内就得手3000多万元 分别在桃园以及新北地区 居体来捕大案 同时起货了提款卡 现金还有部分的βetamine毒品 还有存部等犯罪证物 警方调查发现 嫌犯谎称被害人的健保卡遭冒用 涉嫌刑事案件需要做资金监管 要被害人加赖好友 并要求到超商接受假传针假公文 之后再要求被害人到银行办理约定转账 留6人因此受骗上当 多层次的转账的话 你钱一进去真的就拿不回来 他们而且是约定转账 金流的速度非常快 短短几分钟之内钱就倒掉了 警方在嫌犯家中起出存责和现金等张证物 一诈7等罪嫌将6名嫌犯移送侦办 同时呼吁民众检警单位不会主动电话通知 更不可能要求民众转账或是提供密码 接到电话可以拨165反诈骗专线求证 以免遭有新人士利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诈骗手法无奇不遗 民众务必小心留意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诈骗集团冒充区公所来电 谎称民众的个资遭到盗用 要求配合操作相关流程 解除银行定存180万 全数用来购买黄金 警方趁着这个歹徒去款的时候 一举将三名嫌犯逮捕归案 第一行警来到诈骗被害人 跟嫌犯约定交款的巷弄 仔细盘问 一举将许姓车手等三名嫌犯逮捕 为已经被骗48万元的记性民众 讨回一点公道 本所日前接获记性民众报案 遭诈骗集团冒充区公所来电 称其各自遭到用 要求配合操作相关流程 记民于2月3月21日 自营囊提理新台币48万元 家户支撑防信检察官 经节受骗后自拍手报案 本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嫌犯得手后实随之位 既然再度联系被害人 要求解除银行定存180万元 全数用来购买黄金 警方获报后马上跟银行联系 配合提用黄金协助警方办案 专案小组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 许姓车手等等三名嫌犯 三人被涉嫌诈欺罪送办 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的诈骗集团 警方火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民众受到假冒公署或任何异常讯息 务必提高警觉 若有任何疑问 可立即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是到警察机关询问 警方也宣示持续打击诈欺犯罪决心 采取与时俱进的防御措施 保护民众财产安全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道 现代的生活步调快如何舒缓压力呢 攀关民众身心健康跟生活品质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设立了 方兰心理资商所 并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未来方兰心理资商所将提供 基隆 新北跟桃园 三个县市的中小学教师 以及社区民众心理资商服务 发挥社会责任 高中课堂上 老师情绪失控跟学生爆发激烈口角 引发外界关注 关怀大众心理健康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宣布 新设立的方兰心理资商所正式开幕 这是全国第一所跟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教师资商辅导 支持服务的大专院校 专业团队守护中小学老师们的心理健康 大瓜新北市 桃园市 以及基隆市来教育局来合作 为这个三县市的所有的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支持 来做出最大的贡献 让他们来舒缓他们的工作压力 跟生活上的压力 能让他们安心 专心 用心的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整洁明亮的环境空间 柔和温暖的环境色调 让人感到舒适与放松 未来服务对象 除了合作县市的中小学与幼儿园老师 也将造福社区民众 歌案团体家族治疗都有 而且我们也有课程 我们课程包括专业上面的精进研习课程 还有一般民众想要增进自己的知识 想要知道照顾自己方法的课程 我们会有所谓的演讲跟宣导 来倡议一些心理健康议题 比方说刚刚谈到了压力情绪或亲子之间的沟通的议题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所以第三个方式是推广的方式 也是演讲或讲座的方式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文宣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官方网页 也都会有一些文章的心理卫生的推广 包括压力情绪跟家庭亲子沟通 都是服务重点 校方表示 未来将针对弱势低收跟儿哨等等族群 规划给予折扣或免费资商 希望减轻经济负担 更善进大学的社会责任 记者顾菜用 台北采访茂导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